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女士和王先生2015年再婚 今年1月份离婚 两人虽然离婚了 但纠缠却并没有了结 提及对前夫的感觉 时女士就是一个字 怕 她给我打电话 我没怎么接 接了之后我也没说什么话 给我送了水果 开了门 没有全开 就是那个安全所没有开 然后开个小方 你不敢开吗 我不敢开 时女士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让人心生怜悯 这就让人不解 王先生为什么会让她这般胆战心惊呢 最近她也总是威胁我 她说我不怕的 我一书就写好了 她说反正你如果说要跟我分开 我肯定会干出我都不能想象得到的事情 前夫要复合 却以威胁相待 这究竟是为什么 而王先生真的有她说的那么可怕吗 面对我们的镜头 王先生直白地袒露了她对前妻的情真意切 王先生表示在这段感情中受伤害的并不是前妻 而是痴情的自己 那么此次来调解她又会如何挽回前妻 而石女士能不能接纳这个执着的前夫呢 她们之间最本质的矛盾又是什么 调解即刻开始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白燕毅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今天两位当事人一位是石女士 一位是王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来竞牌调解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是已经离婚了 我是想要分开 特地的分开 什么时候离得婚 一月份 今年一月 嗯 现在半年的时间 嗯 还没有彻底分开的意思是 她这半年一直给我打电话 让我就和好一个月前 然后和好了一个月 你不想是这样的结果 对 你所说的彻底分开是指什么 她不要再纠缠我了 就彻底地分开 我要求复活 她用到的词是你在纠缠 你自己认为的 我在找机会给她好好的 她也跟我说了 她给我一机会 她给我的机会我也珍惜了 你认为你在珍惜机会 对 在这一个月之内 我依然地对她的好 王先生痴心一片要复合 但对此石女士似乎并不买账 她坦言 今年一月份他们离婚之后 前夫一直在苦苦挽回她 让她有些动容 所以在一个月以前 她确实给过前夫复活的机会 然而前夫却没有好好把握 反而屡屡做出让她反感的事情 就在调解前两天 前夫不可思议地举动 让原本对复合犹豫不决的她下定决心 要与前夫来个彻底的了断 这几天吧 然后她都一直跟着我 然后还说一些威胁我的话 如果说我不跟她和好的话 就要怎么怎么样的 言语上的威胁是吗 对 言语上的威胁 然后在前天晚上 她一直跟着我到我住的地方 我就报警了 报警了之后就记录了他们 因为我是住的那个宾馆 她就在前台 那些不认识的人 阻落我 说我这么多年来 我怎么对她的多坏 就骂我各种乱骂 然后还戳我几两骨 说我以前怎么怎么样的 面对认识的人们 不认识的人都乱说 然后到警察局里面 拉着警察也说 我就觉得很伤心嘛 然后警察就让我先走 我又走 他又跟着我 最后警察就让他先走了 他就直接奔到我们两个一起开了一家店 奔到店里面去敲锁 把店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打包拿走 我就想去竹子 他就完全疯了一样的 抓到什么东西都要往我身上扔的那种要打我 最后抓到一个矿泉水瓶子 里面还有满满的水一下砸过来就打到我这里 我当时就晕了 但是踩不过气来 然后他子女来扶我 他就说不要扶他 他是装的 他最会装的 他说 我说我给他机会 所以原来他还是这样子极端 你今天也认为他彻底分开 是因为他这种比较偏激的或者是极端的行为 对 他口口声声说 他跟任何人都说他很爱我 可是在我看来 他对我的全是伤害 王先生 这些行为有吗 有 当初他是把我记录了 他曾经陈入给我的东西 老师马上有边关 马上就 比如说是什么 比如就是这次回来 复活好好过 他给我机会在那一个月之内 在这一个月之内 我依然是对他 生活上各方面照顾得很好 那会记录你的就是你没有看到他会给你这个 没有一个态度 没有一个好好过的态度 王先生 刚才他讲的都闹到那个样子了 那这个复合的机会怎么找啊 只要他不伤到感情的问题 我依然对他好 对他造成的伤害怎么办 怎么办 他想怎么弄 只要不分开 随便他怎么惩罚我 什么都 王先生态度很坚决 要不惜一切代价挽回前期 同时他解释 之前所提及的过激举动 也是因为自己复合心切 那对于王先生来说 这段痴情男苦追窈窕女的戏码 为何会被演绎的这般狼狈不堪呢 而当初他们为什么会离婚 又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呢 要讲清楚这一切 石女士表示 但是还得从当初选择王先生这个人开始说起 我的话也是你过一次婚了 当时择偶的标准就是找一个比我大十岁左右的男人 对我好一点就是生活上面比较照顾 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没有生活上面没有很大的压力 为什么要给自己限定这样的条件 因为我觉得这个年龄阶层的男人的话肯定是比较成熟了 是你上一段婚姻里面没有的是吗 当时他对我很好的 确实很照顾的 我们俩认识三四个月吧 我当时是在我们老家 然后他在上海 他每天都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跟我聊天晚上也打 就说叫我 建议我到上海去 我们俩既然觉得都合适的话 那就在一起 你认为他跟你合适 最合适的点是在 我跟他在一起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就特别踏实 就是觉得好像经济方面我也不用担心 然后家庭里面的很多琐碎的事情 我都不用再去操心了 就这个男人能够照顾好一切 对 能照顾好一切 那时候他挺包容我的 王先生他说婚前你对他特别的好 是吗 这不光是婚前特别好 婚后可以问他 为什么对他那么好 我跟他结婚是我同学介绍的 我认可他了 你认可什么 认可他的时间 我就说我要对这个余人好 为什么 从我以前从一个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男人 为他改变了我整个人 家里衣服做饭什么都做 为什么你的变化会这么大 就想跟他过一辈子 就那么喜欢他 王先生对石女士一往情深 并愿意为他做出任何改变 那时的石女士也沉浸在满满的宠爱和呵护中 但婚后他发现 这个看上去温柔体贴的男人 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值得依靠 首先前夫脾气暴躁 与世不冷静 就是对我所说话就是吼 其次他感情不专一 我就发现他就在网上聊附近的人 聊了好几个女孩子 最关键的是他接受不了前夫对过往的隐瞒 他当时认识我的时候对我没有坦诚 他其实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外面有第三者 我觉得这种人道德上面不接受 石女士提出的这三点着实让人意外 这个上场以来一只以痴情形象亮相的前夫 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 也难怪石女士会对他心生嫌隙 对此王先生做出了解释 我解释以指使我现在的我 我以为以改变我 后来他发现我聊天了 我后来从此就没聊过 可以问他 如果说这些问题只是婚姻初期 让石女士心有不满的话 那随着生活琐事的侵袭 他发现前夫根本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 去年年初从事美容行业的石女士 然后我就让他给我还 他就是很不开心 然后那天早上 我们就因为这个事情吵架了 你有感觉到他有点不愿意是吗 对 因为当时那天吵架了 就为钱的事情吵架了 对于他在韩国刷了两万 然后那回来以后 那信用卡还得你还 是我还的 我明白 你是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 就该我还 是该我还的 还是你心里有不高兴的 没有 决定是心甘情愿给他还 不是这个生气 他从韩国回来 开始还不知道 他用那个一万块钱没用 我还不知道 他回来了 他说他们就没有钱了 好 我没钱 我就又从银行去取钱 取钱又给他 过了两天 他说他又没钱了 取点钱后来 我又发现他兜里怎么 那个包里面怎么有一万多块钱 突然那天 我问他 以所以没有钱用了 怎么看你还 兜里还一万多 明明还有 明明有 你怎么还问的我要 他说我要存 这会给你什么感觉 所以肯定有点不舒服 他去取钱的时候 我是没有把那一万块钱拿出来 我是想把它存着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总是为钱吵架 他总说我用了很多钱 很多钱 你这个钱存在那里 是什么意思 就是存在那里 我的意思就是 他会说我那段时间又用了多少钱 我说没用那么多 全在这对不对 一成就没钱 那又用的我要 就你想过这样 可能会让他心里去 或不舒服 当时可能我没有处理好 这件事情 他说我钱不怎么样 都不会管我 用多少钱不管我怎么样 马上就说这句话 我是你妻子了 我是女朋友对不对 而且我又不是乱花钱的人 我们结婚 连戒指都没有 我都没有要求买一个 我觉得我是很节约的 可能也是 就是他的那种态度 说话的语气 也激到我了 我当时就说了这句话 可能就伤害了他 你看王先生会觉得 我无非就是随口一问 而且以我一致以来 不是随口一问 他当时的 他当时的那种态度 那种表情 对我凶的那种表情 真的 我看了之后我完全很恐惧 仅仅因为一万块钱 王先生就对自己如此怒不可遏 石女士内心是接受不了的 而王先生接下来的反应 让他觉得自己当初完完全全 被这个男人给蒙骗了 他扔他的衣服 你看这两年我有多委屈 我过着什么日子 他说你要吃水果 我去帮你买 我其实多么不愿意去给你买 他觉得我做家务少了 没有关心他 没有给他买衣服 然后又觉得我用钱用多了 就感觉这两年他对我的好 对我的宠爱 完全都是在忍 然后他说你看我为你改编了多少 我以前从来不做饭 我现在要做饭怎么样的 就是那种特别委屈特别委屈 一下子爆发出来了那种 就那次吵得很凶 当天晚上我就出去跟两个女朋友 就吃饭去 然后当时特别生气 我就把他的电话拉到黑名单 我就记录了他 回去了之后就又吵 我就觉得很伤心 我就觉得他怎么 原来对我那么好 原来都不是真的 他这个话完全是错了 是新跟 出于新跟情愿 但是就是好像就是到半夜的时间 他往往就是到半夜的时间 一年点钟 十二点钟 他要吃东西 你说那个时间冬天 你说我愿意吗 想去跟他买 但是又有点那个 他冷了 反正怎么样 有麻烦好处去 他会觉得回头 你把这些对他的好拿出来说 是你自己觉得很委屈 我知道他不舒服 但是在什么情况下 他要提着东西走 穿布衣服 包着要走了 我还不能说话 在这个时候 你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留下来 可能你做的方式不对 你想用这种方式 告诉他 你看我对你这么好 你不应该离开 我就发现出来了 总害怕我会走 然后他每次吵架就会 你说你想怎么办 他说我知道你想怎么办 你就是想要离婚吗 你就是想要离开我吗 然后就爆发出来了 就那种 然后就你滚啊 你滚无所谓的 你滚嘛 他说你扶人给我 你滚啊 他就这样 很凶的那种跟我说 甚至到后面就动手打我 拉扯 听得出来 王先生内心非常害怕 会失去石女士 所以他表现得如此紧张和激动 但显然 他这种爱的方式 是石女士接受不了的 随着生活中 接二连三的矛盾出现 石女士越发觉的 前夫的爱 是他生活中无法承受之重 又一个孩子 一个月之内 他叫我滚滚了 至少五次 就是在我所事吵架 对前夫失望至极的石女士 心中萌生了离开的念头 但前夫的反应 却让他大惊失色 他说你只要离婚 那我肯定会跑到你家去 我找不到你 我找得到你家人 因为这样子威胁我 你真的接受不了 要离婚这个事情 接受不了 因为当初我就想跟他过一辈子 没想到 王先生内心实在无法理解 自己倾注所有情感对待的这个女人 要离开 他想不明白 更接受不了 而他表示 贤妻要离婚 并不是自己做得不好 而是因为在他们的婚姻里 出现了另外一个男人 他要离婚的话 肯定是有这个男的 没有这个男的的话 他不会这样 王先生抛出的这个重磅信息 让人有些意外 对此石女士表示 这件事必须由他自己来解释清楚 我跟他矛盾的话 就是激发到 我都已经灰心了 然后我之前在整形院里面 有一个同事 对我很好 男同事 但是我当时没有任何的想法 我都很直接跟他说 我说我是结婚了的 他说我又不是说 真的要和你在一起 我只是觉得 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跟我说 我会帮你 在我跟他两个人之间 他一次一次地伤我 一次一次地骂我 骂得我都有点忧郁症的那种 然后在那段时间 他也一直就是陪着我 在我们两个感情很糟糕的时候 可能我就思想出轨了 最后一次我是要离婚的 离婚之后 他跟我爸妈也说嘛 我爸妈也劝我 叫我不要离婚 他改了就好了 他也不同意你 那我就跟那个同事 彻底结束 然后我也把他的电话 拉入黑名单 对于自己的问题 史女士并没有隐瞒 但他强调 短暂的思想偏离 并不是构成他们婚姻破裂的原因 他和前夫之间 自身存在的问题才是 虽然在家人的劝述下 他决定重新给这段婚姻一次机会 但他发现 他已经没法跟前夫好好相处了 因为男同事的这个坎 前夫压根就过不去 后来我有顾客要做整形 然后我就介绍给他加了 加了之后 我把他顾客推荐给他之后 我忘记删了 但是我们俩从来都没有说话了 我那个时候回来 是真的是要和他好好过日子了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 他就看我手机 看我手机就确实看到了他 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了 然后就为那个事情就打我 打的就是我手都已经到现在 都还是不能恢复原样 然后还有就是用拳头打我的腿 把我都鼓起来了 一个晚上都不让我睡觉 然后就找我吵 从我们认识 一直数落我 数落到三年之间 就是有一点点矛盾 他都能够记得 都能够拿出来说 我当时真的是要崩溃了 在我看来就有点变态了那种 第二天早上我就报警了 在警察局 当着不认识的人 都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他说我是一个坏女人 我骗了她的钱 我骗了她几十万 钱骗光了之后 然后我就要离开她了 怎么样的 就各种对我乱骂 这个时候 我真的是彻底要跟她离婚了 做这些事情我无法理解 我觉得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可是你埋怨我 指责我 打我 这个事情之后 我就跟她分居了 然后我直接就通知她 我要离婚 就是说那时候 你已经觉得 没有机会再可能了 对 我跟她讲了 你为了拿几个钱 你就去买一定人格 我说你不要 我们这里也不差那个钱 也就是说 即使她跟对方没有联系 只是拉了个业务 你也不能接受 是吗 因为什么 这个有这种东西 一说能搞得行吗 她那个人肯定有想法呀 显然 男同事的这个阴影 在王先生心里是抹不去的 而在这次冲突中 她的种种表现 让石女士更加一无反顾地 决定要离开 但就在石女士离开的这两个月里 王先生却始终放不下她 想挽回来 我前方北极想什么办法都要去找她 对于前妻的离开 王先生担惊节律 苦苦挽回 而她的这番苦心 让石女士几乎就要心软了 正在她考虑 是否要给前夫机会的时候 一次偶然的发现 让她意识到 前夫所谓炙热的爱 竟然如此不值一提 因为那是快过年了 我们也分居差不多快两个月了 当时我的心也就慢慢地平静下来了 我就觉得只要她改嘛 我们还是好好过日子 对吧 后来就在当天 我想要叫她回来过年 然后就发现她 在我离开不到半个月 十天左右 她就在真爱网上认识一个女的 就把那个女孩子第一次见面 就留在家里面 然后就住在家里面一两个月 1月1号的时候 她一直问我 你回不回来 回不回来 回不回来 然后我说怎么了嘛 她的意思就是 只要我同意回去 她就连那个女的走 你的意思是这边在 我们还没有办离婚 她就已经把那个女的 接到家里面住了 然后我当时知道了之后 那肯定离婚了 怎么叫肯定离婚呢 你本身就给我没希望了 她自己教我的啥 也是她自己教我的 我看不了希望了 我才去找了一个 看能不能把她放下 放下了我就算了 真的放不下 您说我得找一个 能不能替代掉她 我想如果有那种感情的话 如果真的能放得下的话 我就把她放掉 我是那种想法当中 确实放不了 显然王先生的做法 是石女士无法接受的 尽管她依旧苦苦挽留 但石女士非常决绝 就在今年一月份 她们正式离婚了 既然婚已经离了 那为何两人又纠缠在一起了呢 对此王先生表示 是前期主动提出复合的 因为我开了一个影院 影院的旁边有留了一块空地 空地我准备租给本人去 走那个美甲这一块 他因为在走这一块 他就突然那天问我 他是租没租出去 给本人 我没完 他说那我 他说我来开 我可以啊 但是我没钱的 我是一直要回来 开我可以啊 在这个时候 王先生觉得 你们俩是真的可以重新开始 对 离了婚之后半年 这半年他给我打电话 给我发信息 反正感觉就是 还是脾气改了很多 当时我跟他说的很清楚的 你要让我一下子跟你和好 我肯定是做不到 那肯定是需要时间的 然后我就说 那就慢慢的 给彼此先从朋友做起 对吧 然后给彼此一个机会嘛 如果不行的话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就做朋友嘛 大家 因为当时他已经很心情契合了 这个话是明确讲了 对的 我跟他说了的 你等我说的 所以在 侍女士看来 你说的太多了 我们这个重新开始 有可能重新开始成为朋友 也有可能重新开始成为夫妻 都有可能 对对 对吧 但是在王先生心里认为 这个重新开始 就是要往复婚这条路走 是吗 那肯定的了 那我也当时也说了 一路回来 不跟我复活 那个店我肯定不开的 这样有什么意思 大家说 你认为你是在给他机会吗 对的 我既然回来了 我肯定 我也是在给他机会 他当时叫我回来 我的理解就是 他是真的很爱我 忘不了我 对我还是很专一 然后结果我回去的时候 看到家里面 每个柜子都是他以前 那个女孩子的一些东西 这些痕迹都没有抹去 都没有抹去 然后还有一个 跟那个女的已经分开了之后 可能在叫我回来的那段时间 三个月 他又跟另外的女孩子 有接触的 在他手机里面 我看到这些东西 我当时我就觉得 在私以自己的认为 我就觉得 又好像被他骗了一样的感觉 显然 史女士确实动不复合的念头 但往事又让他心有余悸 所以他犹豫不决 对前夫若即若离 但这是复合心切的 王先生不能接受的 于是就出现了 调解刚开始所提到的 王先生跟踪 史女士报警的事 而这一波三折的矛盾纠缠 在调解员百叶一看来 都不是矛盾的关键 他们之间 最本质的问题 是不对等的情感付出 我们这位史女士 黛黛刚才说 我为什么要找一个 比我大十几岁的男人结婚呢 是为什么有这个诉求呢 是因为不论是在经济上 还是在生活上 在情感上 我都能够被呵护到 都能够很轻松 这是他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他找人不是因为他爱这个人 而是因为他感觉被这个人爱着 对 但是人是会累的 当一个人无限地去爱你 但是得不到你的一个心疼和回应 而只是一个像一个小女孩那样子 去无限制的那样地去索取 或者是去享受的时候 通常在夫妻关系当中 另外一个人就很难去长时间地接受 我觉得史女士 你真的没弄明白一件事情 绝对这个男人家庭暴力偏执 急起来的时候 有一些口不择言 这些都是王先生的问题 这个是需要他自己去反省的 是他这样反而会让女人感觉到 更加地恐惧和要远离他 这是他处理婚姻的一个问题 也是他自己性格脾气的一个问题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在你们结婚前 他没有出现这个状态 是因为他隐藏得好 我想可能不是 而是说他一直是在用一种期待 去灌注着这样的一份感情 但是在这个灌注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 他感觉到内心的溃乏 他就会有委屈有愤怒 就我天天给你打洗脚水 这事是一开始我乐意 但是后来当你觉得这个事是我理所应当干的时候 好像你并没有考虑 老公你是不是赚钱好辛苦 你是不是好累 或者是一句感谢的话 老公你看你对我真好 从来没有过 当他得不到回应的时候 他就会去有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压抑 最终的这个压抑导致的就是找到一个 他认为依然被索取的那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的爆发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使女是有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我要知道王先生是因为出轨 所以才导致离婚的 那我不会嫁给他 当时这话一出来的时候 哎呀 觉得这个女孩子三观很正啊 但是你忽略了一点 你在做着跟他一样的事情 那你们都在婚姻的态度严肃吗 我不太能理解 短短半年的时间那些痛苦 那些恐惧 就这些东西难道就没了 是什么东西让你们相信彼此在半年的时间内 就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呢 仅仅是因为两个东西 一个是美色 一个是金钱 而不是因为真的爱情 沈女士 我想跟你分享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 我们做事要有底线和界限感 你在婚内的时候 你和那个男同事 他对你是有一些企图 给予你一些帮助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你是不是要接受他的帮助呢 我想大部分人会断然拒绝 因为这是一个底线 我接受了你的好处之后 我拿什么回报给你 包括你和你的这个前夫 在你不想再接受他的时候 哪怕你告诉我们他对你有暴力 你不敢跟他说什么 但是你的态度其实是半推半就的 在我们看来 你没有断然拒绝 你没有彻底的让他死心 告诉他我们是不可能的 甚至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机会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也许你想给你们俩的感情一段出路 但是你告诉他说我们可以在试试的时候 是个人都会觉得 你是想和我试试看能不能复婚 而绝对不会以为是 我们来试试 我们是能做朋友 还是你能做我哥哥 你如果说你没有打算接受这个男人 那么你就绝对不可能说 我们再来合伙做生意 我没有钱 我再用你的店面去做生意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你用了他这个店面 在他心里 你可能就是接受了和他复婚的这个要求 这是我们的人之常情 你确实是在伤害他 王先生 首先第一点 家庭暴力是一个违法行为 你的这种家庭暴力 确实已经构成了对他的伤害 他可以申请人身保护 这个女孩子开始让你心生好感的时候 让你想去保护他 呵护他的时候 你用你的行为 用你的钱 用你的所有去表达你的爱 你跟他婚姻这段时间 你付出了很多 时至今日 你到底是付出了这么多 你现在不舍 你无法放下 你现在才执着地认为 我是爱他的 我希望你考虑清楚这一点 王先生 我们不说你们在年龄上的差异 但是你对他的种种的好 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年轻漂亮所为吗 你觉得他美 你才没有理由地爱他 可是一旦他说要离开你 你就会不顾场合地 来诉说自己对他怎么样好 他这个女人怎么样要不得 那你对他的爱在哪里呢 你对他的所有的好 是不是由于你的 喋喋不休地控诉他 而一下子归了灵呢 你们之间 不管是思想出轨 还是身体出轨 这之间有爱吗 一旦对方不在了 你就觉得心死了 你就可以去找一个女人 来替代他 去填空 你忘记了婚姻 忘记了法律 这是爱吗 这有爱可言吗 王先生 今天您给我的感觉 一坐上来的时候 我感觉您是一个挺老实 挺本分的男人 你知道吗 其实石女士 他在给你一个机会 说试着来复合 看能不能再继续走下去 而你呢 把他接受你的物质帮助 把他搬回来这些信息 当做了认定就是复合 这是你的错觉 是你的误判 他只是想再给两个人一个审视 选择的机会 这如同你告诉我们说 当他天天吵着要离婚 尽管在没有离婚 真实离婚的状态下 你找了一个女的搬到家来住 你其实是在找一个下家 然后你告诉我们说 我还是对比了 我没法忘掉他 这种感觉是真实的 和他试着想重新开始 却发现被羞辱的那些痕迹 抹不掉的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他也选择了放弃 所以王先生 你强迫他接受你 所谓炙热的爱 所谓你说你强烈的真实的爱 在我看来 那只是你的私欲 你的战友 王先生 他很漂亮 他很年轻 他让男人见到了我借油帘 但是每一个人 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 都要认清一件事 就是他的缺点 他开始就是这样 他开始就是想找一个 像父亲一样 毫不责怪他的男人 他没有说 我要陪你同班共苦 他也没有说 我要为你改变我所有的一切 但是此刻 你却百般的喜欢他的优点 却嫌弃他的缺点 多可笑啊 今天所有的负面情绪 其实也是被逼的 这一点我很理解你 但是如果对方真的不是你要的 我们能不能潇洒的转身离开 我们的调解团队 我们的调解团队从各方面 剖析了两人的婚姻和情感 显然大家并不看好他们复合 那么在听了大家的分析之后 王先生的态度会改变吗 接受不了 只要他不伤到感情的问题 随便他怎么承讨我 王先生一心一意只想复合 看到他的这个态度 调解员把艳艺 建议让我们的观察员老师 进入密室环节 再与双方当事人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为此观察员文艳 带着女方当事人进入密室 观察员宗岳英 带着男方当事人在场上沟通 密室里 石女士首先明确了自己的态度 并表达了担忧 你就是不要跟他复合了 对我来说我是怕的 因为我见识过他的 不女子的那个时候的情况 跟他分手就可能面临 他再次对你可能有骚扰有威胁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你只有硬着头皮 不怕 不回应 你现在你不可能说 我跟他 我敷衍他 我假装跟他在一起 然后实际上我也不跟他在一起 千万不要拖泥带水 文艳指出 石女士既然不想复合 就应该跟前夫撇得干干净净 不要像之前那样犹豫不决 纠缠不清 那样只会让王先生更加痛 而调解现场 王先生很不甘心 我理解你心里不平衡 不是不平衡 他是给我的一个错觉 给我一个机会 他老是说给我机会 他反反复复 对 你觉得被骗了 对 你觉得被羞辱了 对 你这一点心里不舒服 不是说不舒服 其实我心里最不舒服 就真的是爱做他 另外其实只要他不提补 我好过 我自己人最好 对不对 就是单方的有用 我知道 是啊 我所有的亲戚朋友 有点瘦 所有的亲戚朋友 就早就叫我不要他 是啊 但是我就放不下来 没办法呀 我从136斤 到现在125斤这样子 哎呦 你为他掉这么多肉 就这一段事情 就10来天 我的妈呀 你自己在这 我自己喝苦来 就是解释不了这种分开的事 你可能 王先生态度很坚决 分开他接受不良 见此情形 观察员文艳和武运 轮番做起了王先生的工作 但他的态度非常抗拒 这个东西其实不要说了 其实生活说都没用了 其实说了也没用 他可能想让你 不要穿了 你听我讲完 我跟他去 说难处就好了 我走了 不要了 不要直接走 你听我讲完 感情上这样强行地挽留他 然后你一辈子要提心吊胆地 守着这样一个 很可能随时会离开你的女人 你活着也很累 对不对 或者背叛 真的不要了 算了我走了就行了 不要 对于大家的劝说 固执的王先生一概听不进去 他走出调解现场 决定放弃调解 观察员古月赶忙上前沟通 然而面对古月急切的劝慰 王先生依然一副油盐不尽的状态 过去是调解之前 对附和满怀期待 所以面对大家的劝说 王先生一下子接受不了了 他不肯再做沟通 毅然决定离开 有意义吗 奶奶有意义吗 什么的 如果是表态 要不论的话 这怎么样 我就 我肯定就知道 他如果是 刀枪的话 这要跟我分手的话 我听都不懂 王先生的离开 是他内心无法面对现实的逃避 或许他需要自己再冷静地想想 而回到调解现场 看到独自留在调解现场的石女士 古月有话要说 石女士 最近在热播的 我的前半生 罗子军的故事 他和他的爱人离开以后 他就是一个人 他就学会去面对了 学会去承担更多了 在您的生活当中 所有的东西 都应该是通过自己的付出和能力 去获得 石女士 最应该找到的 就是属于一个独立女性的尊严 随着这个我的前半生的播出啊 有一些观点出现 说女人的出走 依然逃不开那个魔咒 不是回归 就是堕落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想你说的绝不是我们 现在这个时代的女性 我们如果真的要敢于去抗争命运 要从一段不太良好的关系当中离开 我想就是要靠我们的自尊自强 让我们自己勇敢地去承担 自己所选择的一切 同时借助一些法律援助 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可能你回去还要面对一些挑战 既然你做出了这个选择 有舍有德 看看怎么能够 在最好的自我保护的状态下 能够去割舍掉一部分 这样我想你想要的自由 也会就随之而来 加油吧 今天的调节 在百艳逸对石女士的寄语中结束了 希望未来的她 在面对爱情和婚姻的时候 能够多一些独立自信 少一些犹豫彷徨 这样对自己和他人都更负责任 而对已经离去的王先生 我们想说 爱不是占有 与其苦苦留恋 不如潇洒转身离开 这个离开 不是眼下志气地走掉 而是彻底地放下 放下不甘 放下不舍 不再执拗 或许 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不远的未来 就会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